那個牆又不是勇哥的 那麼丁兒兩個釘子 勇哥就要來收錢 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被控訴的勇哥 倒是全盤否認 那麼為什麼會引發爭議呢 因為呢 這面牆是位在夜市的精華地段 加上呢 是屬於台電宿舍外牆 沒有人控管 所以才會爆發的糾紛 想要跟你請教 房仲老闆綽號勇哥 攤商指控在牆上釘釘子 強收租金 跟他有關 那裡要去 要去那裡 本來是攤商要向他 對方借你聽 我是跟替他們講錢 那這黑道就是百戰要收租金 怎麼會說 好像說是你去那邊釘那個 釘東西 然後就說你要收租金 有這回事嗎 沒有 完全否認所有指控 勇哥閃躲鏡頭兒子戴維澄清 大家都會去量說 那一面牆壁 可以創造出多大的利益 多大的租金效益 我們也會去了解 因為大家問我們也要 我們也要相對 也要做出一個了解 但有沒有說 所謂釘釘子 就是說這是你的牆 就是要在那邊做聲音 要跟你們付租金 損太多了 沒有 十大龍泉街光出租一面牆 可進帳兩到三萬 發生爭議的牆壁是台電宿舍外牆 沒人扣管 搶攤位商機 爆發糾紛 以這樣子來講 應該是可以租到兩萬以上 不會低於兩萬 所以才會有這種利益出現 如果說以先到先贏的話 它變成說就會有一個衝突了 貼出公告 禁止涉灘 張貼廣告 警方設千尋貸 公權力介入 避免有心人占用牆壁收租金 演變成流血衝突 專訊新聞 楊氏許代秋榮 台北報導 臀道